安樂區國家新城社區由於每天上班尖峰時間 都有許多貨櫃車同時出車 導致樂立三街毀堵十分嚴重 機動市議會副議長林沛祥接獲當地里長和民眾反應後 直接到現場實測 發現光是從國家新城牌樓到樂立三街和邁進路口這一段 就要開上15到20分鐘左右 樂立三街從7點半差不多7點20開始 放到時間後面下來的貨櫃車 超過三四步以下 這個路就塞到國家新城牌樓那邊去 想辦法跟樂者溝通一下 他們的貨櫃車的下來的時間他們調整一下 讓上班時間看交通的客人要打擊 因此副議長林沛祥特地邀及基隆市政府交通處等 相關單位人員會堪 尋求改善減少塞車毀堵的方法 大型的貨櫃車跟連接車從台樓這邊直接往下行駛 造成說在上班時間的時候 我們國家新城方面的好朋友要上班都相當困難 那沛祥剛剛也自己開車跟著交通處一起 我們從台樓這邊往下開 發現說如果說要能夠順利左轉在交通時間最密集的時候 也就是7點40分的時候從牌樓這邊要能夠左轉上賣金路 要花高達15分鐘以上的時間 所以沛祥在這邊請市政府回去以他們市政府單位的名義跟公權利 去跟上次貨櫃的業主來做協調 希望在7點到8點之間能夠限制大貨車跟連接車的車流 好讓我們國家新城方面的好朋友能夠通勤的好朋友能夠安心上班 林沛祥希望市政府可以重視這個問題 上班尖峰時間是否可以減少貨櫃車同時間出車的情況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